第1103集 夜晨犹豫了数秒还是道 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话语落下 墓碑光芒闪烁 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夜晨的面前 是一个男人 很年轻 周身散发着极其恐怖的威势 让人望而生畏 我本不想告诉你我的身份 因为在我眼里你不配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不过我的名字我不会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我为玉兽灵神 玉兽灵神 夜晨听到这四个字 着实震撼了一把 称号中敢带神字的绝对恐怖 玉兽灵神见夜晨还没有反应过来便道 我只要那个储物戒 之后我会考虑收你为徒 甚至在关键时刻出手 夜晨犹豫了数秒 想想这个储物戒对他来说 似乎也没有用 如果能给玉兽灵神倒也不错 他刚想答应 眉心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之感 幽懒的光芒闪烁 一道宛如来自九幽的声音响起 小子 你将这个储物戒给我 别人休想动你 九幽由你号令 恶魔之眼也发生了 这一刻夜晨懵了 他实在想不通 恶魔之眼竟然和玉兽灵神 同抢这个储物戒 这陈灵给他的储物戒 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玉兽灵神万万没想到 有人会阻挠 冷哼一声 邪门歪道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 并且我的本体被困 而你连本体都没有 恶魔之眼丝毫不弱 若我有本体 我一直便可覆灭你 我纵然为魔 但是也曾对天道出手的魔 天道都对我畏惧 你一个区区神念 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 玉兽灵神显然没想到 夜晨眉心的存在 竟然如此恐怖 敢对天道出手 那该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不过玉兽灵神也不确定 对方是不是故意大话震慑自己 不管如何 这东西宁可毁掉 也不能让邪门歪道得手 他看向夜晨直接道 夜晨 只要你不把这储物戒 交给那魔 我就帮你 恶魔之眼 显然也是对玉兽灵神不爽 小子 只要你不把储物戒 交给这蝼蚁 我照样出手帮你 你是我选定的人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动你 夜晨算是服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两个大能居然为了一个储物戒争起来 关键 夜晨就这样一句话不说 莫名得了许多好处啊 不过夜晨从中也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恶魔之眼曾经对天道出手 甚至连天道都要恐惧 这恶魔之眼到底什么来历 夜晨不再多想 默默收好储物戒便退了出去 他很好奇 陈灵给他的储物戒到底是什么来历 看来还要去一趟天灵岛 就算不为陈灵 也为了那个他答应灵皇一族的承诺 夜晨 现在我们去哪里啊 梁雪月见夜晨终于出来了 便开口说道 现在几林没有苏醒 他肯定是要跟着夜晨的 外面寒风阵阵 他头上的三千发丝飞舞 去一座岛屿 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血魂殿的大军 早晚有一天会从妖圣秘境里面出来 天灵岛上面还有灵皇族的强者 他不能够不管不顾 好 我跟着您一起去 梁雪月话音一落 夜晨诧异地看了一眼 本来他以为妖圣秘境后 梁雪月就会离开 怎么 不愿意啊 梁雪月凶狠地看了夜晨一眼 夜晨哭笑一声 然后笑着开口说道 没有 你这样一个大美女跟着自然乐意 妖圣秘境一行 梁雪月的实力已经达到河道境七层天 对于夜晨来说 也是一大助力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天灵岛 在岛屿上面 夜晨找到一处地方 先让沙宗弟子在这里等待 关于灵皇族的事情 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 这一次夜晨只带着牛老 让赤焰火麒麟留下来坐镇 以防万一 夜晨和牛老两个人来到城中 决定先打探一下消息 两个人找到一处酒馆 在偏僻的角落坐下 酒馆里面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过是一个打探情报的好地方 周围的舞者说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最让夜晨感兴趣的是 前段时间天灵岛出现一个事例 异常神秘 但是听说里面有比造化镜强者 还要恐怖的存在坐镇 夜晨眉毛上挑 恐怕出现的神秘事例 正好是灵皇族 当初夜晨曾经和灵皇族的那位说过 如果要离开就去找陈家 封印被迫 秘境之事恐怕对灵皇族影响最大 他们不可能再待在那里了 虽然当初夜晨告诉他们去陈家 不过他们始终是妖族 和人族的顶尖势力有仇 能够尽量不接触人族最好 本来夜晨打探到消息 就已经准备离开 可是听到舞者说 陈灵即将被处决 夜晨眉头一皱 一股怒意席卷 不过很好地隐藏起来 说起来陈灵小姐也是可怜 本来拥有一名核道境的傀儡 能够在天灵岛成为无数人仰望的存在 可惜陈家那些老不死的 想要核道境的傀儡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给彻底控制住 那局势没有维持太久 这可能就是命吧 陈家的一些事情 夜晨大概听明白了 整个人身上的杀气 再也控制不住地爆发出来 整个酒馆的桌子轰然爆炸 酒馆摇摇欲坠 这也是夜晨控制的原因 要不然这个酒馆 一瞬间就会倒塌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这个时候 一名舞者一拍桌子 怒气冲冲地看着夜晨 可是到他看到夜晨凶煞的眼神 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牛老 随我去陈家 他倒要看看 谁敢动陈灵 不管怎样 动他的朋友必杀之 两个人的速度 到陈家根本不需要多长时间 夜晨和牛老两个人 站在陈家的大门面前 你们两个赶紧滚 这里不是你们能够待的地方 最近这段时间 陈家在天灵岛的地位水涨船高 除了最近新冒出来的势力 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到陈家 陈家的护卫自然眼高于顶 夜晨眉头一皱 随后两巴掌直接抽过去 两巴掌下去 夜晨直接把两个护卫抽飞 在抽飞的瞬间 抬起脚直接踹在大门上面 一脚下去 大门四分五裂 是谁敢在我们陈家放肆 这个时候 陈家里面传了一声怒吼 一个魁梧男人 出现在夜晨的面前 夜晨看了一眼来人 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灵的父亲 陈贵 当陈贵看到来人的第一眼 整个人脸上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 眼前的来人他太清楚了 这个男人他回来了 当初陈家能够成为现在的大家族 全部都是因为眼前的男人 夜大人 你回来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 此刻陈贵脸上一抹忧愁的神色 和苦涩的笑容 看着夜晨来者不善的样子 他就已经猜想到什么事情 这一次 夜晨恐怕为陈灵而来 陈贵 我现在不想废话 告诉我陈灵在哪里 哪怕是陈灵的父亲 夜晨根本没给什么好脸色 夜大人 这件事和外面说的不一样 我们陈家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陈贵也愿意救自己的女儿 夜晨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夏文 自从陈晓晓离开家族以后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勾搭上了一位势力的公子 他们的势力 我们陈家根本不是对手 大人 你还是逃吧 他们可是拥有半部造化镜的顶尖神军 夜晨笑而不语 一个半部造化镜的人而已 他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哪怕没有牛老他们 夜晨自己一个人也不会害怕 这件事我自然会调查清楚 顶尖神军而已 不足为虑 夜晨不屑一笑 随后整个人怒吼一声 陈晓晓给老子滚出来 一句话 整个陈家地动山摇 仿佛随时塌陷一般 在陈家的一处地牢里面 陈灵缩在阴暗的地牢里 浑身伤痕累累 当他听见外面的声音 一双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那个神一般的男人 他回来了 只不过一想到陈晓晓带回来的男人 势力太过于庞大 夜晨一个人 怎么可能是顶尖神军的对手 他心乱如麻 希望夜晨不要管他 赶紧离开 夜晨的话 让所有陈家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刻 夜晨和牛老就在门口静静等待 敢伤害他的朋友 没有人能够活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此刻陈晓晓走出来 他的身边还跟着一名男子 男子身穿金色衣袍 浑身充满着高贵的傲气 当看到夜晨 只有混圆镜三层天的时候 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一个混圆镜的垃圾 随手都可以灭杀 陈晓晓看到夜晨的第一眼 流露出怨毒的神色 内心里面还有一缕恐惧 一个混圆镜蝼蚁也敢叫嚣 跪下来磕头 本少爷心情好 说不准可以给你留一个全食 陈晓晓在一旁 一只手拉住马仓的手 整个人趴在他的胸口上面 做出一副亲密的姿态 陈家的动静 已经引来无数舞者的围观 他们躲在暗中 看着一场好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